City Plus FM 新周主编点新闻 现在的房屋价格不断上涨 你距离买房的梦想还有多元呢 你好 我是Christine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萍 那全国产业资讯中心的报告就显示了 2018年第三季度 沙拉月房地产的情况并不怎么乐观 大约有1400个单位面临滞销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沙拉月房产就是这个发展商会呢 他们就表示了 产业面临滞销的情况主要就有几个原因 当中就包括了出现这个过剩的情况 还有就是房地产建造的设计差 以及这个地理位置不符合需求 是 我个人认为这个1400个单位 可能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那么就是说这个房产滞销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 的确是有点明显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电物就是空置 那么房产商就是一直在这个促销 他们的房屋 甚至在市面上 我们也接到一些消息就是说 一些房屋的价格已经在 所谓的是减价 他可能不是用一种 直接的减价的方式 他是用一种附送很多家具 包括给你送一些电器 来吸引这个买客 但是我想三奥月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是地广人稀 所以可能是在过去几年是 已经是大肆发展到一个程度 以致出现这个滞销就是没有人再买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呢 根据这个商会的了解 有一半滞销的房地产单位是属于这个公寓室的单位 那其中呢 主要就是在这个古静和三马来汉地区的 那说到这个公寓室的单位就是有比较多这个滞销的单位 我就在想了 其实是不是因为可能三奥月人吧 甚至可能是古静人或者是三马来汉人呢 都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有地的房屋 就是所谓的landed house 因为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就是在三奥月这边呢 就是土地很大 然后又很广 对不对 那如果呢 讲说要买这个apartment 或者是condominium这种公寓室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很多人想要去买 是的 我们相对于少奥月 相对于西马的话 我们买公寓的这个观念其实还不是很盛行的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是大把的土地 我们地管人稀 所以很多人 尤其是一个所谓的可能是40岁以上的那一辈 他们会认为我们土地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买这个公寓呢 那么可是现在你有发现的话 就是说在少奥月尤其是在